去年三月,经营这一家化工厂的我结婚了,妻子相当漂亮,我以为今后的生活会很美满,可十月,我在工厂实验室里遭遇意外,伤到了双眼,医生说我视神经萎缩,可能永远也无法复明了,想到今后,我的世界将一片黑暗,心一下子就跌落深渊,好在新婚的妻子一直照顾我,不离不弃。 我才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,直到有一天,我突然复明了,可一睁眼,看到妻子正在对我做的事情时,我的愤怒瞬间燃到了顶点,来,别着急,慢慢睁开,随着眼罩被摘下。 我缓缓睁开双眼,感受到了一抹红色曙光,瞬间,我抑制不住激动惊叫起来,好,好像有感觉了,我看到了红红的光。 杨正波长须一口气,很好,看来你康复的机会很大。 真的啊。 谢谢,我太谢谢你了。 我巴摸到他的手,紧紧握住,连声道谢,杨正波是我高中同学,毕业后去了医学院,他知道我失明后告诉我,他在一个老教授那里学了针灸,要帮我试试。 事实上我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,没想到几个疗程下来,现在居然有了起色。 想到不久后,就有机会重见光明,我又怎能不激动,他每次来我家给我下针,都是下午。 这个时候,妻子刚好去工作了,因此,杨正波帮我治疗眼睛这事,妻子是不知道的。 我希望到时候,直接给他一个惊喜,寒暄几句过后,杨正波要走了,临走前,我听到他疑惑的嘀咕,这张椅子怎么,好像怪怪的。 我坐这个吗? 是承亭专门给我买的电动按摩椅,说能刺激神经,效果可能一般,但按起来还挺舒服的。 提到老婆,我脸上洋溢起无尽的幸福。 承亭真的很美,我终于有机会再见到她的容颜了,杨正波也笑了,笑得有些意味深长,你老婆挺会跳,看起来是挺舒服。 她走后,我对她手机喊道,小一小一。 我在,打开QQ音乐。 听着音乐,在椅子上眯了不知多久,开门声把我从半昧中惊醒,停停。 我下意识开口,老公,是我。 承亭很快回应了我,她似乎见我从床上躺到了椅子上,有些埋怨地唠叨起来,都叫你少坐这个椅子了,会对她产生依赖的,别眼睛美好,腿又残了。 我甘笑两声,瞧你说的,哪那么严重? 但还是听话地让她把我扶到了床上,你先躺一会,我休息一下,就去给你做饭,上班做了一天,都累死我了。 承亭说着,我听到她关上窗户,在屋里喷了空气清新剂,然后坐上椅子,开启电动按摩,气意舒服地哼唧起起来, 还说我依赖,我倒是觉得你暗上瘾了呢。 我听着她那撩人的声音笑道,我倒不是故意开玩笑,这段时间,她每次回到家,喷空气清新剂和做按摩椅,几乎成了她的必备项目。 并且每次按摩,都会发出撩人的声音,就像是在故意诱惑我一样,好几次我听得身心难耐,忍不住对她提出要求,但都被她拒绝了。 她说,那种事情做多了,对我眼睛康复不好,因此她每次回家,我都任由自己放的音乐开着,以稍稍掩盖一下她那种声音。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她,其实是坐在按摩椅上自我成长,但想想,她那花一样的容颜,应该不太可能,更何况偶尔跟我做那事的时候,也是兴趣缺缺,大概是因为我看不到她完美的身体,才导致她无法完全投入吧。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,撩人的声音,总算在发出一声亢奋后停了,只是那一刻,我恰好侧头,并不强大的光线,让我恍惚间看到一团红影一分为二,就像是像孙悟空,一下子变成两个孙悟空一样,我愣了一下,这个时候,成廷似乎也刚好看到了我,啊。 她诧异地叫出声来,你,你看得见了,对啊,我看得见了,惊不惊喜,亦不意外。 我顺着她的话说道,真的假的,她与其有些狐疑,我笑了起来,哈哈哈哈,骗你的,快去做饭吧。 呃,她应了一声后,犹豫半天才走向厨房,我在想,大概是她在观察我是不是真能看见吧,对于刚才的那抹恍惚,我也没多想,总不能是她带了个男人进来吧,这怎么可能? 心里刚萌生这个想法,就被我一甩头打消了,我只是眼瞎,耳朵又不聋,甚至我还觉得因为我眼瞎,听力反而敏锐了不少,屋里要真多了个男人,我不可能感觉不到。 况且,成婷当初完全可以选择离婚,毕竟我眼睛可能永远都无法康复了,根本就没有资格挽留她,但她依然选择陪伴在我身边,我又怎么可以对她产生怀疑? 事实上,除了一点朦胧的一片红光,我啥也看不见,或许我眼眼睛,内部结构出现移动,也说不定,小一小意。 我在! 播放《双雪千年》,就在梨花香想起那一刻,我突然感到一股寒芒迎面而来,就像是有人用匕首扎向我双眼那种感觉,后知后觉的,我压根做不出任何反应。 只是下意识地喊了声婷婷,厨房里立刻传来成婷的声音,幸好,幸好我看不见,全程没有眨眼,但这一刻我感觉到,这个屋子里,除了我和婷婷,还真有另外一个人。 刚才那股寒芒,就是对方对我的试探,我强行平复好心情,面不改色地弯起嘴角微笑道,我口渴了,帮我带杯水来吧。 然而,在那之后,一切又归于平静,不论我怎么仔细地感应,都再也感觉不到那个人的存在了。 走了,又或者是,本来就没有人,只是我眼瞎久了,产生了被迫害狂想症,毕竟一病又发多病是很常见的事, 我不禁自嘲地想,自己是不是需要去看看心理医生了。 当晚,在我的再三请求下,成婷终于又奖励了我一次,只是,再次看他兴趣缺缺的表现。 我又开始怀疑,他是不是下午被满足过了,所以才会这样子。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,杨正波也上门给我针灸了几次,在我的强烈要求下,他抹去了自己的所有痕迹。 不过随着眼睛光感越来越强,得戴眼罩了。 吴婷见我戴眼罩也差异过。 我解释是网上说失明的人戴久了眼罩后,突然暴露在阳光下,有助于视神经的恢复。 我想试试,他只是笑笑,让我别什么都信网上的,毕竟网上的知识也是人写进去的。 最近这几天,我可是激动坏了,因为摘下眼罩的时候。 窗外的蓝天和建筑,我能模糊地分清楚了。 甚至,我能看到面前,杨正波模糊地身形轮廓,如果不戴眼罩,家里来了,除了我和成婷之外的第三个人,我是绝对能看到的。 但杨正波说,除了针灸后可以让眼睛适应一下光线,其他时间还是不能摘下的,会伤到视神经。 所以每次成婷在按摩椅上呻吟的时候,我都强忍着拉下眼罩的冲动。 终于有一天,随着杨正波帮我摘下眼罩,我视线里他的身影从模糊到清朗,杨正波,你变成熟了,也变帅了。 我激动地看着他,我激动地看着他,你全能看见了。 他神情中也充满了祝福和高兴,我用力地朝他点点头,然后稀奇地望向四周,柜子,茶几,电视,床,椅子,屋子里的陈设,尽收眼底。 我透过窗户,贪婪地望着窗外的一切,能再次看到这花花世界的感觉真的很美好。 回过神来后,我立刻掏出手机,直接赚了二十万到杨正波的账户,但对方很快又转回十八万给我,说用不了这么多。 你这是?我疑惑道,他笑道,又没用什么药,两个月的出诊费用,两万块很合理。 如果你试过今后,再也不能看见这花花世界的绝望,你会觉得这点钱压根就不是钱。 说话间,我又把二十万赚了过去,这世间要是多几个你这样的医生,不知道能减少多少痛苦。 我有感而发地夸奖他,他只是随意一笑,人嘛,问心无愧才自在,有空再请我吃顿饭就行了。 在彼此的一番推诿下,我强行让杨正波多收了三万才放他离开,接着收拾家里的时候,我的目光停留在了那张按摩椅上,跟普通的按摩椅不一样的是,那张椅子的扶手旁,一边竟然还有两个软皮架。 当我把皮架装上的时候,脑海里顿时浮现人坐在上面所呈现的一个姿势,那一定是令万千女人感到羞耻的姿势。 并且,这种形状的椅子也只有情侣酒店才会装,一看之下,这张椅子除了按摩还有什么功能不言而喻,或许,他买的时候没留意也说不定。 我心里不断地安慰着自己,可那天一分为二的影子和迎面而来的那股寒芒,又让我产生了某些荒唐的想法。 我脑海就像是有两个小人在打架,他们总会在不同的时机左右我的思想,但想到自己现在已经复明了,等成廷回来,不就清楚一切了吗? 趁时间还早,我去车库把我许久没摸的霸道开了出去。 虽然不是什么豪车,但我喜欢它的名字和它那威猛的造型,我去商场买了一套比较奢侈的裙子,又去花店买了一束玫瑰,我准备给成廷一个大惊喜,我要好好谢谢它这一年来,对我的照顾和不离不弃,回到家。 一切准备就绪后,我再次回到床上,放起音乐等待着成廷的归来,终于,门响了,门罢在转动,看样子是成廷回来了,停停,我如往常一般叫道。 同时我从床上起来,直勾勾盯着门口,时隔一年,又能再次看到我貌美如花的妻子,心里自然是说不出的激动,门被打开,成廷走了进来。 一年没见,她更加漂亮了,一头大波浪形金黄卷发,发出耀眼的光芒,修长的大腿,穿着一条鹅黄色的超短迷你裙,让她那惹火身材更加完美绝伦。 只是,还没欣赏完成廷的美,另一个高大男人的身影,就出现在我的视野里,并且,这个男人还是熟人,跟成廷一起回来的,是跟我合伙开场的许向阳,曾经,她在市场开疆阔土。 我领衔研发团队,在实验室翻尘集心,共同打拼出一片天地,彼此也有着无与伦比的默契和信任,今天,她突然到我家里了。 你终于回来了,我都快饿死了。 我展颜微笑道,同事心中也在无声地呐喊,停停,快告诉我,许向阳来看我了。 然而,成廷直到来到我面前,都没回应我的话,只是冲我埋怨道,你别整天就只知道躺着吃吃吃,有时间多起来运动运动。 说话间,她脸上也是埋怨,可我分明看到,她眼底里还多了一抹嫌弃。 而许向阳进屋后并没有换上拖鞋,而是穿着袜子来到我的床前,尽管我没有刻意去看她的脸,但眼角的余光却从她脸上看到了轻蔑和嘲讽。 当然,当然,那一会吃饱了,我们就出去走走。 我脸上依旧带着笑,但心却如刀脚,因为许向阳一边看着我,一边掰过成廷脑袋,在她脸上亲了一口,我累了,休息一会再说。 说着,她轻车熟路地拿起了茶几上的空气清新剂,在屋子里喷了几下,然后关上了窗户,紧接着就自顾坐到了那张按摩仪上。 许向阳则冲我一笑后,来到按摩仪前,开始对成廷上下起手。 她,她们,我直勾勾地看着前方,全身上下一动不动,但脑子却在这瞬间突然天旋地转起来,我的双拳在逐渐握紧,一颗心被割裂的七零八落,胸腔的血,仿佛一下子冲上了脖子。 我终于知道,成廷为什么每次都要喷空气清新剂了。 余光里,成廷和许向阳在一番亲热后,一场泥泞不堪的春宫大戏在我面前上演,我的天! 我最信任的合作伙伴,跟我心爱的老婆,他们合伙背叛了我,给我戴上了一片绿油油。 他们欺负我眼瞎,竟然在我面前苟且,不难想到,我的存在会让他们觉得更刺激,无数次,我都差点失去理智,想要抱起,把这对狗男女当场弄死,但最终我还是忍了下来。 因为恶毒的复仇心理在我心中萌发,我要让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,而且我还想看看,他们俩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。 然后我要把这一切数倍的奉还给这对狗男女,我努力控制自己的身体,不要颤抖得太厉害。 幸好,音乐还在屋子里悬荡,不但掩盖了他们的声音,也掩盖了我咬碎牙的声音。 我不知道那半个小时,我是怎么熬过来的,两人完事过后,成婷凑到我面前来,饿坏了吧,我现在就去给你做饭。 可能是刚刚得到满足,他声音很柔,我却觉得恶心至极,但我脸上还是带着微笑回应道,谢谢老婆。 老婆真好,事事为我着想,那必须的啊,谁叫你是我老公呢? 他回答道,说这句话的时候,他俨然已经依偎到走过来的许向阳怀里,那句话显然是对许向阳说的,两人不但无声地眉来眼去,甚至有些交流是用手机打字完成的。 直到许向阳去穿衣服,我才在心里暗暗松了口气,总算结束了。 然而过后我看到的一切,却差点把我气到吐血。 成婷在桃米煮饭的时候,许向阳居然从洗手间短出了一盆水,桃米,用的是自来水。 可煮饭,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水,派青瓜的时候,青瓜碎掉到地上,他连洗都懒得洗一下,就放进了盘子里。 天知道这一年来,我到底吃了什么不知名的东西,顿时我只感觉胃里一片翻腾。 是什么让这两个人,竟忍心如此欺负我一个瞎子,想到一会儿我还要当着他们的面,把那些东西吃完。 就不禁咬牙切齿,不过我心里也做好了思想准备,反正都吃过了,多吃一顿又能怎么样呢? 刚才忍住了,但要在吃饭的时候暴露自己,岂不是前功尽弃,直到饭菜上桌,我才发现有多难下口。 好在我艰难咽下一块凉拌青瓜后,许向阳似乎看不得承廷服侍我吃饭的样子,向承廷打手时说自己要走,后者瞥了我一眼说,老公,我好像来姨妈了,要出去买姨妈金。 我立刻就猜到,她可能要去送许向阳,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 便应道,那你开车去吧,顺便帮我买个剃虚刀,之前那个好像不太好用了。 剃虚刀我只用贝尔索的,一般超市没有,只有商场有个专卖店,这样说,其实是想要支开它久一点,好让我把这些吃不下去的饭菜处理掉。 至于开车,她今晚是坐许向阳的车来的,肯定不会开我的车出去,所以我也不怕她会发现我今天开过我的车,承廷离开过后,我把藏好的花和菜都拿出去扔了。 衣服确实有点贵,舍不得藏起来留着送有缘人吧。 至于承廷,我自然不打算送她穿这个衣服,而是送她那种黄色的马甲和超大号的镯子。 我几乎一夜无眠,脑海一直盘旋着自己的复仇计划,只是觉得光靠自己,难免有所遗漏。 可家丑不外扬,跟承廷结婚的时候,我没少在朋友面前显摆。 现在自食恶果,能找的朋友还真不多,思来想去,我最终给杨正波打了电话,抛去高中的情谊,仅仅是这两个月的交往,我便已经看出她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。 原来那张椅子,听我说完事情的原委过后,杨正波脸上泛起同情,他苦笑起来,竟然在一个瞎子身上寻找刺激,这两人真的实在不配为人。 说吧,让我怎么帮你,只要不触犯法律,我是很乐意惩罚这两个人的。 说到最后,他神情变得肃然起来,坚持,我心里多了一抹安慰,自己总算没找错人。 于是我说道,一开始,我确实是想用法律的手段地惩罚他们的,他们这么大胆,我哪怕只是在家里装个摄像头就能取证。 但这样,恐怕最后的结果也就是成廷跟我离婚而已,他们甚至都不用坐牢,这样未免太便宜他们了。 杨正波点点头,的确,按法律来讲,这顶多就是个民事纠纷。 现在许向阳几乎是我们公司的一把手,成廷跟我结婚后就去了公司做财务,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对公司做手脚。 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,杨正波也觉得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,以这两个人的性格,唾手可得的利益又怎会不贪。 我说,这次请他来的主要原因,是想问问他认不认识像私家侦探这方面的人,你不是说他们经常会用手机打字交流吗? 杨正波私损片刻后对我说道,如果你知道他手机密码就好了,在他们看来你是个瞎子。 应该不会怀疑你,我可以让我一个朋友做个东西。 你找机会放到他手机里面去,一个月前,他们应该有过怀疑,但我好像通过了考验,所以他们现在对我的警惕性是不高。 我回应道,我那个朋友是ETP27的成员,前段时间有个老太婆乱跑,他们有出手过,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。 文言我忙告诉杨正波,我知道成员的密码,因为他曾经拿手机给我,让我自己点过外卖,这也得益于我看不见,他压根没对我设防过,这样就更好了。 如果能拿到他们的聊天记录,我们也可以掌握更多他们的秘密。 杨正波欣然道,我发出冷笑,眼里燃起了一团火焰,知己知彼,才能才能更好地拿捏这对狗男女。 杨正波回去过后不久,就发了一个木马程序,到我手机上来,让我找机会放到成员的手机里面去。 下午,趁成员还没回来,我先打电话叫了外卖,他做的东西,我现在是真不敢吃了。 好在今天的许向阳,并没有跟成员一起回来,这也让我身心少受了些折磨,我如往常一般,不让成员发现一丝破绽, 并让他陪我出去散了会部,再次回到家,他去洗澡的时候,把手机随意放在了茶几上。 我见他在卫生间脱掉衣服的影子后,就立刻拿起茶几上的手机,输入密码后,手机果然打开了。 看来这女人果然还没想到防备我,他微信里,竟然还把许向阳设成了置顶, 由于我时间有限,暂时遏制住了翻他们聊天记录的冲动,反正只要把把木马装好,所有的记录我迟早能看见。 我把蓝牙配对过后,瞬即将那个木马传了过去,并将只隐藏在了一个不起眼的文件里,然后删掉配对和传输记录, 期间我无数次看向卫生间,生怕他突然开门,直到将他的手机恢复原样。 我才如释重负地往沙发上依靠,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一般,一切工作准备就绪,接下来就是等杨正波那边的消息了, 我盯着卫生间磨砂门透出来的身影,那妖娆的身段逐渐扭成一条昂起脖子的毒舌,做人太缺德,报应迟早会找上你。 我切齿暗语,兄弟,你的眼睛出问题,有可能是许向阳做的手脚。 第二天,杨正波把一落厚厚的资料扔到我面前,资料里正是陈廷微信的聊天记录, 我翻开一看,陈廷和许向阳的相互之间的称呼都十分亲密。 一个叫哈密,一个叫北鼻。 我看到,有一段聊天记录,确实能隐晦看出是许向阳患了我的实验药剂, 怪不得当初,她以影响工厂效益为由,极力压下这件事的消息, 原来是害怕被查到,其实就算当时被停工检查,也不过是一两周的事情, 我怎么就听了她的话呢? 现在就算要证明是她害我,只怕也很难了。 毕竟那段聊天记录说的比较模糊,并不能作为证据, 我一句一句往下看,里面的内容实在令人触目惊心。 哈你,这死瞎子睡觉还打呼噜,实在不想跟她待下去了, 能不能想个办法啊? 北鼻,忍一忍,等你把她银行卡的账做好了, 判个两三年出来,咱俩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。 我等不急了啊,有没有别的办法? 要不,你弄死她? 混蛋,你要我杀人? 再说了,我们才一年,就算是判定她自杀, 我也不能完全继承她的财产啊。 所以,宝贝,咱们再熬摇吧。 从记录中可以看出,他们确实有要我死的想法, 要不是有规定,结婚超过一定的时间, 夫妻双方才能继承彼此遗产,很有可能我的命。 现在真的就已经无了,狗男女。 我愤怒无比地攥紧双全, 杨正波继续道, 据聊天记录, 他们应该再用你的银行卡作账, 将你们公司的钱往你的卡里移。 我一挣, 他们想干嘛? 随后, 我把身份信息给了杨正波, 让他朋友帮我查了一下, 果然, 我的一张民生银行卡上, 近一年来, 陆陆续续竟有一百多万转上去, 这对狗男女这样做, 肯定没按好心, 杨正波想了想, 猜测道, 他们这样做, 应该是准备剔除你公司合伙人的位置。 因为不管怎么说, 承厅名义上是你的妻子, 他做了这些过后, 只要一口咬定是你指使他做的, 你的股权就会被剥夺, 甚至还会有牢狱之灾, 我听后暴怒起来, 排中骂道, 他们想得美。 不过我们现在提前知道了这些事, 你也不用担心什么, 昨天你不是说要再加装摄像头吗? 只要把他们苟且的事情录下来, 到时候他们自然会自食恶果。 我点点头, 但接着又忍不住想, 如果仅仅是这些, 只怕还是坐不了几年牢吧。 他们不但虑我, 还让我每天吃些不干不净的东西, 只是这样, 还远远不够, 我一定要让他们牢底坐穿。 于是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, 杨正波听后劝解道, 兄弟,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, 但你可别乱来, 为他们犯法不值。 我知道, 可曾经我把他们当成我最亲的人, 他们却落井下石, 恩将仇报, 所以就算是在法律边缘徘徊, 我也要这对贱胚胜不如死。 说吧, 我深吸一口气, 闭眼靠在沙发上, 细细思索我想要的结果, 以及我现在拥有的筹码, 没了一种通透的感觉从我心中直通脑海, 有了。 我睁开眼眯起来道, 既然他们想剔除我, 那就将计就计让他们剔除。 他们不是想弄死我, 再继承我的遗产吗? 那我就再送给承听一份大礼, 在杨正波目瞪口呆的神情下, 我把我刚刚萌生的计划全盘拖出, 这可是一盘大棋呀, 你有把握吗? 他听后有些担心, 我嘴角围弯, 信心十足地道, 许向阳和成廷这么贪得无厌, 我帮他们把路铺好, 他们又怎么舍得不走? 随后,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杨正波, 让他找人帮我演这场戏三百万。 这, 兄弟, 你有必要吗? 杨正波有些迟疑。 我冷笑回答, 只要能让这对狗男女付出应有的代价, 就算倾尽所有的一切, 我也在所不惜。 有钱能使鬼推磨, 没过两天, 杨正波就告诉我他已经把人找好了, 不久, 许向阳接到了一个来自索菲亚家具公司经理的电话, 对方告诉他, 他们准备搞一个新项目, 但这个新项目所用的胶水比较特别, 需要按他们的要求改造制造设备, 他们之前联系过巨能, 万和等生产特化胶水的厂家, 这些公司, 一直是我们公司的行业竞争对手, 但那些公司的负责人都不愿意承担改造设备的风险。 所以最后找到乐许向阳, 问他是不是愿意考虑合作, 如果可以, 设备改造完, 立刻就可以签合同给定金, 许向阳听后, 立刻欣喜若狂起来, 因为索菲亚作为国内一线家具品牌, 他无数次努力都没有打开索菲亚的订单大门, 这一直是他的心病, 其次, 直接索菲亚这样的大品牌合作, 除非对方新项目遭遇滑铁炉, 不然就永远不会缺订单, 可这样的大公司会做没把握的事情, 别的公司必定是负责人派不了板, 但自己的公司合伙人已经成了一个废物瞎子。 公司向哪个方向发展, 还不是他许向阳一句话的事, 总之一句话, 干就完事了。 所以许向阳想也没想, 就答应了下来, 紧接着就是对方审查审设备, 递交改造方案一气呵成, 只是许向阳不知道的是, 改造方案其实出自我的手笔, 说是改造, 其实我是要让公司的大部分设备直接瘫痪, 许向阳开拓市场是一把好手, 但在专业上, 比起我来他差了十万八千里, 我想, 他现在想的恐怕是希望尽快把我踢出公司, 不让我享受索菲亚订单的红利吧, 既然如此, 我自然如他所愿, 我要把他搞搞捧起, 再让他跌入无尽深渊, 这样才会摔得更狠。 更惨, 这段时间, 许向阳又来家里好几次, 他们依旧当着我的面, 做着那令人作呕的事情, 成廷给我做的饭, 也还是充斥着各种不明物体, 为了不漏破绽, 我强忍一切, 努力地陪他们演着戏, 饭菜的确很难下咽, 不过想起即将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报应, 我反而吃得笑呵呵的, 我不但夸奖成廷手艺越来越好了, 还感激他照顾我, 感谢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, 我余光, 看到许向阳听到我说那些话时乐呵的不行, 完全把我当成了一个傻逼, 既然他想, 那我就更傻一点吧。 可就算有了第二次生命, 我的世界也还是一片黑暗, 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, 当听到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 两人都目光灼灼地看着我, 因为我的语气充满了悲观和无奈, 成廷明天给我写一份退股协议书, 我准备从公司退股。 文言, 成廷和许向阳都不由睁大的眼, 两人脸上都阴晴变换不定, 虽然许向阳肯定不想我吃索菲亚的红利, 但我现在退股, 那成廷做的账不是白费功夫了吗? 既然我知道他们的犹豫和担心, 当然也会给他们吃一颗定心碗。 于是我继续说了下去, 我眼瞎了, 以后不能为公司出力了, 再说这些年来, 我也赚了不少, 记得当初我们注册公司的时候, 我跟向阳各出了五十万, 所以, 协议上的退股金额, 写五十万, 意思一下就行, 让向阳尽力把公司发扬光大吧。 啊, 成廷大惊失色, 就连许向阳也是满脸的难以置信, 我则笑了笑, 你是不是怕我们没钱了? 你放心, 这些年我也积了不少钱, 差不多五百万吧, 父母在农村, 基本不用什么钱, 我要是出了什么意外, 剩下的资产就留给你了。 志明,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? 别胡思乱想好不好, 听我说完过后, 成廷语气里满是担心, 但, 也仅仅只是语气, 事实上我看到的是, 他和许向阳都乐开了花, 甚至在空中来了一个隔空击掌, 既然这么开心, 那就让你们更兴奋一点吧。 于是我补充道, 嗯, 我明天就去写份遗嘱, 以防万一, 这个时候, 成廷都已经激动得手舞足蹈了, 可他说话, 却还是露出对我满满的担心和感情, 各种肉麻恶心的词标出来, 看着他那连口不一的拙劣表演, 真是难为他了, 我撤股的事情, 成廷和许向阳倒是办得挺快, 不过三天, 就把所有的程序全部都走完, 五十万也打到了我的卡上, 而许向阳在工厂, 也是雷厉风行, 直接花了大价钱, 请人来大刀阔斧的改造设备,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的, 就是尽快改造完成, 以便早日促成跟索菲亚的合作, 可许向阳不知道, 他正策马奔腾, 赶向我为他挖好的陷阱里, 半个月后, 工厂设备终于改造完了, 为了美观, 许向阳甚至还在各个设备上喷了漆, 整个工厂设备的面貌焕然一新, 接下来, 就是等索菲亚的技术人员过来验收打烊了, 然而, 令许向阳想不到的是, 他找那个经理的时候, 对方的电话号码却成了空号, 这是怎么回事? 许向阳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寄错了电话, 在反复确认后, 事实告诉他, 确实成了空号, 半天过后, 许向阳终于忍不住, 直接向索菲亚公司打去了电话, 不好意思, 本司并没有这个人, 也没有项目跟贵司合作, 对方克服的话, 如机械版冰冷, 让许向阳一颗心, 瞬间沉到了谷底, 怎么会这样?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 现在工厂除了少量在做其他订单的设备, 还是原样。 其他大部分设备已经全部改造, 许向阳召集公司, 技术人员开会后才发现, 改造后的机器, 只能生产几年前, 就被市场淘汰的浇水, 而且连改回来的空间都没有, 想要继续生产, 所有改造过的设备只能全部更换, 然而, 一次性换几百台设备, 像这种私营小工厂, 根本承受不起, 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是, 找到让他改造设备的索菲亚经理, 让对方下单, 可是, 许向阳现在连对方人都找不到了, 最恐怖的是, 对方到现在为止, 除了那些改造图纸, 根本没有跟他签过任何合同或协议, 也就是说, 他现在连起诉都困难, 更令许向阳头疼的是,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, 公司发不起工资了, 要破产了, 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, 不少员工建设备瘫痪, 没有活干, 开始提出辞职, 一些客户知道消息后, 也向工厂锁回订单, 许向阳想压着寻找解决方案, 却被工人直接告到了劳动局, 仲裁人员经过调查, 发现工厂无法正常运转, 建议许向阳申请破产, 当然, 公司积攒的资金, 发员工工资肯定是够的, 但停产后, 还有客户的损失还要赔偿, 又怎么可能不负债? 短短一个月时间, 许向阳仿佛从天堂跌到地狱, 整个人颓废了不少, 我躺在床上刷着新闻, 公司破产的新闻, 心里也挺不适滋味的, 毕竟从创满公司到现在, 在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, 我也付出了不少努力, 可看到许向阳现在的遭遇和处境, 我心里自然是无比痛快, 最近这几天, 我几乎都没见过许向阳来家里了, 估计已经焦头烂额了吧, 承亭每次回家来, 也是无精打采的, 他说这几天他不舒服, 不给我做饭了, 几层核实, 我感觉能吃一顿外卖, 竟是如此幸福的事情。 开始几天, 我问他哪里不舒服, 他也不说, 倒是后来又侧面问我, 知不知道工厂的事情, 出这么大的事, 加上我提前退股, 我想, 他们这是对我有所怀疑了, 但也只能是怀疑, 毕竟我立过遗嘱, 要把全部资产都留给他, 在承亭看来, 如果这些事是我在搞鬼, 那还有必要立遗嘱吗? 我立遗嘱的目的, 当然不是真的要把家产给承亭, 也并不是在防止许向阳怀疑我, 而是我要让这个遗嘱, 成为勒死许向阳的最后一根稻草, 大概他很快就会想到这个遗嘱了吧, 许向阳破产一个星期后, 他终于再次来到我家, 致命, 对不起, 我没能守住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, 我破产了, 一进门, 他就泪声俱吓地向我哭惨, 我漫不经心地从他身上扫过, 凌乱的头发, 满脸胡渣, 都在告诉我, 这几天他并不好过, 我装着难以置信的样子, 承亭给我说的是真的, 你真的破产了, 不至于吧, 到底怎么回事, 是真的, 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搞我, 当初那个设备方案我要是给你说一声就好了, 他语气显得很自责, 但一双眼睛却在盯着我, 似乎想冲我脸上看出什么来, 我退股那么少, 就是不想让这个公司因为我彻股动摇根本, 没想到你却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飞机, 我狠狠在床上来了一锤, 但心里却痛快极了, 因为他的眼神让我感觉到他上钩了, 果不其然, 他在观察我一会后悠悠道, 破产就破产吧, 我也累了, 你不想翻身, 几年的心血就这样了, 我做出诧异的样子, 他笑了笑, 眼底闪过一丝阴狠后, 对我说道, 不翻了, 我心情不太好, 要不借你车, 我和成廷推你出去走走吧, 散散心, 我略微思考一下, 过后点点头, 行吧, 那就出去陪老朋友走走, 下楼后, 他我的车开了出来, 然后和成廷把我扶上了车, 我看了下, 他的目的是仙女峰, 仙女峰是一座很高的山峰, 一边是蜿蜒的公路直上峰顶, 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, 也是我们这座城市唯一能排的上号的旅游景点, 山顶, 峭壁上的护栏内, 许向阳和成廷站在我左右两边, 我陪着他们两个, 遥望着这座我们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, 以及那连绵起伏的山脉, 我记得毕业的时候, 我们来玩过, 当时我们在这里发誓, 今后有福同享, 有难同当, 我笑笑说道, 是啊, 那时候是多么的意气风华, 以为自己可以干一番大事业, 许向阳也笑了, 但他的笑里满是力气, 我打趣地说, 所以你带我到这里来, 是想告诉我你退休了, 要一起享福吗? 不, 他咬了咬牙根, 看向我, 是你想福, 我去东山再起,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, 他要摊牌动手了, 干掉我, 成廷就可以马上照以主继承, 我的一切, 成廷的, 也自然也就是他的, 不过我并没有立刻揭穿他, 而是笑问道, 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, 你之前不是说你不想翻身了吗? 他冷笑回答, 之前不想, 是因为没有本钱, 现在有本钱了, 我又想了, 我摇摇头, 不懂, 我感到, 他力气越来越重, 实话告诉你吧, 其实我跟成廷早就好了, 听说你立了遗嘱, 会把所有的价产都留给他, 刚好我现在很需要这笔钱, 开玩笑吧, 你想谋杀我, 我始终没看他一眼, 而是微微一笑, 把手伸进口袋, 他则双眼充满阴狠地看着我, 看在这些年, 你对我还不错的份上, 我让你死得明白一点, 但我想不到, 当我告诉你这些的时候, 你既然表现得一点也不意外, 莫非你真以为我在开玩笑, 我脸上依旧带着笑意, 我还是觉得你在开玩笑, 那你就当我在开玩笑吧, 其实本来是想在家里用煤气弄死你的, 但想想你的房子还很值钱, 所以我们就带你来山上了, 你成了瞎子, 对生活没了希望, 所以趁我们不注意, 跳崖自杀了, 死前还立了遗嘱, 简直天衣无缝, 感谢你其次妙想, 为成廷立遗嘱, 或许是他感觉要把我一个瞎子, 推下悬崖, 轻而易举, 因此, 说话都有些得意忘形了, 真的吗? 我突然转向成廷, 成廷支支吾吾半天, 才低声吐出了一句对不起, 许向阳则冷笑一声后, 对成廷道, 宝贝, 动手吧, 免得夜长梦多, 成廷跟许向阳一起, 就要扣住我的肩膀, 然而就在此刻, 我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小型电机器, 别看它小, 那可是杨正波专门给我买来的四十千瓦呢, 滋滋两声, 许向阳和成廷应声倒在地上, 我目光炯炯地盯着他俩, 露出胜利般的笑容, 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看我, 你, 你没瞎? 感谢你不打自招, 说着, 我把微型录音器从衣服上取了下来, 并对他们说道, 偷情, 给我吃不赶紧的东西, 转移资产陷害我, 蓄意谋杀, 抢夺他人财产, 够你们受的了。 说话间, 我对于这对狗男女, 一个又来了几下, 知道他们奄奄一息了, 我才打了报警电话, 半个月后, 我刚刚从床上睡醒, 杨正波就给我来了电话, 他在电话里性冲冲道, 致命, 已经判了许向阳十年, 成庭五年, 这么少, 我皱起眉头, 没办法, 毕竟他们没能得逞, 不过我觉得差不多了。 不行, 这也太便宜他们了, 我想看了想后问道, 我转给你的那笔钱, 还剩多少? 我怕你后悔, 所以当初给你省着, 只用了一百万不到, 现在还有三百万呢。 那这次不要省了, 再拿两百万出来, 绝不能让他们在监狱里过得太好了。 这, 能干不? 我想应该能吧, 等我消息。 挂了杨正波的电话后, 我起身打开窗户, 望向蓝天, 心中一片晴朗。